欢迎捧场找理说事 最近特朗普总统终于兑现了自己竞选时候的承诺 就是减税 这次的减税方案已经获得了参众两院压倒性多数的通过 当然两院通过的版本有些小的差别 但是相信月底前肯定可以正式获得通过 那么这次减税有什么样的国际影响呢 咱们这期就聊聊这个话题 现在网络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惊天阴谋论 什么减羊毛开始了 什么这次致命的大招多了去了 首先我要说的是 不要把特朗普的减税看成是什么天大的阴谋 用阴谋论的视角去解读世界 只能让你变得更偏激 而不能冷静客观的去做出判断 咱们必须要看到 这次减税是特朗普在总统竞选中 多次做出承诺的重要的政策标志 咱们知道 这个共和党政府从来都是主张减税的 只是具体能不能推进下去 还要看当时的美国国内政治形势 比如共和民主两党在参众两院的席位 当时的国内经济形势和舆论形势 历史上 共和党的里根总统 就曾经成功的实现了减税计划 通过一系列的经济政策 让美国的经济走出了经济危机的泥潭 走出了通货紧缩 特朗普总统在竞选中就不断的强调 让美国再次伟大 把让美国再次伟大作为自己施政的宗旨 我在今年三月的照理说事中就讲过 特朗普之所以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 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已经不那么伟大了 谁让美国不那么伟大了呢 最主要的就是中国的迅速崛起 所谓伟大不伟大根本在于 其他大国与美国的相对实力的变化 如果美国相对其他大国的实力地位 在下降 那么美国自然就没有那么伟大了 在近20年的这种全球化浪潮中 美国经济地位的相对下降 已经危及到了美国在全球的综合地位 特朗普正是看到了这一点 所以才准确的提出了 这个对美国人来说非常有吸引力的竞选宗旨 好了咱们回到这次减税 减税是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 一项重要的政策手段 长期以来美国经济严重的空袭化 大批的美国企业到海外投资建厂 美国之所以能够强大 核心就是要拥有强大的先进的制造业 如果美国的企业大批搬到国外 美国本土只剩下一些服务业金融业 那么美国经济的空袭化是非常危险的 企业都是逐利的 开企业都是为了赚钱 美国的税收水平太高 大企业面对海外的竞争为了生存 当然也为了更高的利润 就搬往海外这是理性选择 特朗普这次把美国企业的所得税 从35下调到20 从前美国企业把在海外赚的钱汇汇过国内 美国政府还要征收高额的所得税 这次可以豁免 这就等于是鼓励美国的企业把企业从海外搬回到本土 鼓励美国的企业把在海外获得的利润撤回到本土 美国企业回到本土建厂 首先可以解决美国本土的失业问题 把利润撤回来以后 还可以带动国内的大量的投资 美国本土的钱多了 自然就能降低美国社会融资的成本 无论是政府发行国债 还是企业发行企业债 钱多了 债券自然就卖的便宜 借钱的成本就能降低 美国政府希望能够通过减税 把走向萧条走向空心化的经济重新发动起来 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这本来是一个非常简单 也很正常的商业逻辑 但是很多抱着阴谋论观点的人就不这么看了 认为美国开始剪羊毛了 好像美国已经运念了几十年就等着这一天 咱们从一开始就说了 美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的相对下降 现在特朗普政府这么做 最大的目的就是应对目前的危机 他是在解决自己面临的巨大困难 重振美国经济 酝酿几十年的阴谋 你以为是在编小说吗 用几十年的经济不景气来搞国际阴谋 美国老百姓干吗 当然了你也可以说客观上美国的减税 的确会给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带来冲击 会带来负面的影响 但是您是否知道 现在的世界各国普遍都在减税 中国为了产业升级 刚刚进行了银改增改革 政府也在不断地努力降低企业的税费负担 包括欧洲各国都是如此 都在努力地增强本国企业的竞争力 难道你说大家都在搞阴谋吗 如果全世界都在搞阴谋 那么所谓的阴谋也就是阳谋了 就是正常的理性行为逻辑了 阴谋论者还说 美国这样一来 在中国的外国资本就会往美国跑 等于是在收割前些年 在中国经济泡沫中赚取的高额利润 他们这一跑 把咱们的外汇储备的美元都换跑了 只给中国留下一堆人民币 到那个时候 中国的泡沫就被捅破了 这个不用你说 谁都知道的道理 资本永远向更赚钱的地方跑 不跑的那才是傻子 你以为中国一直在去抗杆 一直在力推房地产的软着陆 一直在力推人民币的国际化 都是为了什么呢 早就有准备了 正常的国际间的商业竞争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再说了 任何一个政策都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美国减税是在吸引资本回流上 当然是有正面影响的 但是减税首当其冲 就会提高美国政府的债务负担 撤走美国的财政支出 还有人会说什么拉佛局限 减税了会激发更大的经济活力 虽然税率低了 但是最终收到的总税额却增加了 这都是理论 企业的发展能赚多少钱 是个复杂到人们无法把控的问题 受太多的必然和偶然因素的影响 到底能不能成功 必须要冒险 这是上帝才知道的事 但是有些问题 就是直接而简单的 最直接的影响 就是美国在海外的军事行动 会受到更多的制约 因为太花钱了 所以我们在前面的节目中分析过 美国既然自己能直接投入的力量小了 就必须更依靠自己的盟友 所以我们看到 美国开始巩固自己的核心盟友 甚至不惜得罪阿拉伯国家 去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 一个大国在崛起的路上 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必然会遇到其他大国 想方设法的遏制 这些都是明摆着的事 也是国家间正常的竞争 所以我非常不喜欢那种 在国际关系上 动不动就用阴谋论的眼光去看问题 动不动就把正常的理性逻辑 给扣成惊天大阴谋的帽子 下次您在看到这种观点的时候 我希望您能先想想 满网络都在流传的东西 还算什么国际大阴谋 近人皆知的阴谋 能阴得了谁呢 推揍奥